认真和创新产生的力量 就是没有不可能 所以就有像乌鱼籽 像台湾茶 像琵琶糕 各种台湾味的巧克力 因为毕竟自己是学农业的 然后又是在宅长工作这么久 那当然还是很希望说 可以让台湾的食材跟巧克力做结合 今天要用的第一项台湾食材是茶叶 好 给你偷偷看一下 所以实在是有的可能 所以有的可能不可以 像这边有东方美人已经试过是OK的 但像这个上次毕罗春效果也很好 然后像这个 这个就是还没测试的 都要测试过的话可要不少时间 因为一次测试就要至少36小时 刮到面板上面有一颗一颗的 这有可能是茶粉或者是冰糖的颗粒 这是研磨了大约18个小时的状态 这个是二号的毕罗春 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先做过一只毕罗春了 但这个是不同的茶园 茶园不同比例也要跟着调整 还好养风需耐得住这样的一次又一次 另一款台湾食材跟巧克力的结合 光是要寻觅对味的巧克力 当初就也划了他不少功夫 要做乌鱼籽的话 反而是要挑一些比较木质性 比较稳重的巧克力 紧着高粮酒香十足的乌鱼籽 原来不只可以配水梨苹果白萝卜 当初测试了至少五种吧 最后选中的可可来自瓜地马拉 养风需的融合不是应酬 味道也要真的好 他之前还甚至讲 想说要做油冲酥 其实我们也试过了 但老实讲那只不好吃 蛮恐怖的味道 可是因为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都鼓励大家 就是有什么想法 你想到什么可以玩的 因为我们其实有巧克力 我们不做谁做对不对 那其实他们想到什么 我就一直鼓励他们 你就玩 杨风需现在的人生风景 就是试出来的 他大学念的是原意 那时候是因为看到 那个谢忠道老师站长 谢站长 他那时候有写了一本 叫做巧克力 巧克力的千年传奇 那时候就发现说 哇原来巧克力 有好多好多很有趣的东西 所以是那个时候开始的 而巧克力的某些趣味 或许也就是李柯瑙特别能体会 本来以为盆子里 巧克力融化了就能用 结果要升温降温又升温 因为它的结晶是这样 先升到大概超过40度 全部破坏之后 要让巧克力降到 大概27 28度 在这个温度 它会形成一个叫做 Beta Form的结晶 有这个结晶的巧克力 会又脆又亮 那么直接把巧克力 调到这个温度不就好了 如果我们直接让它 降到27 28度 它其实里面会有一些结晶 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 对 所以必须要先确保说 超过40度要全部都先破坏掉 才能再把它全部 让它重新形成 那其实巧克力 最麻烦的一部分 就是它一定要 它一定要经过这个步骤 而人生有些步骤 也是一定得经历的吧 我其实有一段时间 不太知道说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这种不确定 一路从它大学选系 到进中演员工作 开始回想到说 过去自己在求学阶段 参加设盘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的感觉 我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给其他人吃的时候 他们会很开心 那他们开心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 所以杨风旭后来有了一趟 海地行 那我去的时候刚好是海地 刚经过大地震 对 在前几年有一个 很大的地震 那因为那时候 他们整个都还没有恢复 所以你会看到 机场的围墙外面 就是铁丝网围墙外面 你会看到就当地人 他们可能手伸在那边 然后开始就是 跟你挥手啊 然后大喊啊 当然也听不懂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 可是那个感觉是 就是你真的第一次 电视上面播的那种 第三世界的画面 是在自己的眼睛前面 活生生地上演着 那是杨风旭想上甜点学校 所以参加海外农业服务团 可以快速存学费 老实说我去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想回家了 因为是真的真的好紧张 然后那时候其实 我跟自己讲了说 来一天就回家 这真的还蛮丢脸的 不然我撑一个礼拜好了 对 然后就这样每天 撑撑撑了一个礼拜 到了一个礼拜 又开始想说 来一个礼拜再回去 这好像还是说不太过去 不然我们撑到 试用期结束好了 那时候试用期是三个月 然后一关撑过一关 完成了三年的园艺计划 我还是选择我自己走的路 其实我是很感激 我妈就是她愿意 就是说不是每个家长 都愿意这样 让自己的小孩走自己的路 对 其实是有经过一段 妈妈的心脏 应该是也被她练大科了 因为杨风旭回台湾后 人生规划又有变化 我最近有做一个 那个紫苏的果泥 我再拿给你玩 完整的 当然啊 这天杨风旭跟几位主厨相约 开发果酱入菜食谱 给主妇主妇们参考 主厨许之亭 选用茂骨干配海鲜 另一位曾在星际餐厅工作过的 Chef Long 设计的这款布里欧语 Yicoda Cheese 加上玫瑰茉莉百香芒果的组合 更人人可在家重现 这家果酱品牌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杨风旭是之后加入的 而且是以最基础小学徒身份加入 原来海地的工作结束以后 他并没以原本规划出国建修甜点 其实我自己是因为觉得 我比人家起步玩太多了 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 三开头 其实我超紧张 有人想说天哪我到了三开头了 其实我今天是等于是在重新开始 我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基础也比科班出身的那些人要晚很多 所以我必须逼自己 用最快的速度累积各种经验 杨风旭真的把自己逼得紧 当时不止果酱学徒 他还找了另外两个学徒工作 早上七点第一班 晚上七点第三班 一度累到手抬不起来 三个工作环境 我还是会觉得说自己过得很好 对 因为我会觉得 即便我在海地那样的艰困环境都能过了 我没道理在台湾什么事情做不到 经历过就变实力 杨风旭现在不只是果酱主厨 巧克力实力也在国际受肯定 2018年巧克力大赛是杨风旭第一次参加国际赛事 大概半夜已经到十点 十一点了 我想说都没有消息 然后我就想说算了 那我就准备睡觉了 因为后来躺到床上大概半个小时 我就手机就响了 他说你得奖 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 而且我那时候就吓到 然后赶快就赶快就打电话问他 对 然后那时候一次出来就 哇 有三行 因为我们家真的很开心 然后马上睡不着觉 就赶快起来发感谢文 谢谢大家 三行是还加上牛棒巧克力 穿配笔拔糕巧克力 这两项后来还继续在世界赛 过关斩将 而鲁鱼子巧克力那种甜咸鲜香 则也获得不少消费者喜爱 我不会说自己是幸运啦 我觉得我幸运的是 我有很好的团队还有 刚好你看也有朋友给我们 这么好的原物料 我们才有办法做出这些好东西 但其实我们是真的有 经过很多努力尝试 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情况 不努力也不行 因为朋友不只带原物料来 还带来很用力的督促 我们刚刚看到的果酱品牌 顾伟当初也是创办人之一 后来他独立为更多的 台湾好食材打造平台 想用台湾茶做巧克力 也就因为他觉得 台湾茶的品牌力 应该不止眼前这样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 对于茶的那个距离感 来自于就是很怕 就觉得泡茶是一门学问 然后大家觉得自己不懂茶 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巧克力 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先把大家泡好 一般泡茶是水脆 做成巧克力等于是油脆 当然实际要做 少不了一番折腾 巧克力里得用圆片茶叶 出其成品尝到的 全是茶的单宁 那么市面上 好多的抹茶巧克力 是怎么克服这个问题的 就是非天然生成的东西 我们尽可能能不要用 我们就不要用 就是所以像大豆软磷子 我们就从一开始 就没有出现在这个选项里面 对那那个 然后再来就会是奶粉 就绝大部分人用奶粉 可我们台湾对奶粉的掌握能力 真的非常低 最后解方是黄豆粉 想到然后试验克行 又花了两个多月 因为我们不想输 简单讲就是 其实我们 我们在没有竭尽权力之前 我们不想要让奶一段 去输在气泡底上 更好的时候或是 他们找到的台湾黄豆粉 不只包住色味 还让茶叶本身的好风味 更凸显出来 品尝过这些茶巧克力的 不少大赞那种圆润回甘 完全像喝了一口好茶 对不然原本泡一杯某茶 是没有机会流通的 那我们看到 如果连那样都可以流通 那我们 这样肯定可以流通的 对我们这样就可以去沟通了 邀请人领略茶滋味 不必随身带茶具了 当然就像字典不能乱编 真实完美的风味传递 还要靠制作过程 每一次连许多天的小心翼翼 杨凤旭说 自己现在居然连修机器也会 也真是超乎当初想象 累是一定会累 像昨天才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 他也是做甜点的 然后他说他前两天 去听了江振程的一个分享 然后我朋友就问他说 问江振程说 那要怎么让工作跟生活取得平衡 然后Chef就很直接讲说 不可能啊 你不可能在生活跟工作取得平衡 你唯一能够平衡的是你的心态 我想你讲的真是太有道理了 就是对你确实就是 你就是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 杨凤旭的巧克力修炼 原来也是新的修炼 厨房工作不轻松 撑一个店面更辛苦 不过他还不断在探讨着 能不能有更多可能 以及新可能带来的好滋味